蓝忘机放下汤扇 道 吃这个 然后一声不吭地 把暗机上剩下的肉脯 还有两个酒胡子 一并扫进乾坤袖中 走了出去 哎哎 蓝湛 你拿去哪里 魏无羡叫道 埋了 蓝忘机头也不回应道 前方来报 不夜天成温是大军集齐 即将反扑 而魏无羡才刚刚进营帐休息 按他所说的 心神已大损 不能连续作战 众人一筹莫展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与温是拼死一战 魏无羡先行 我等殿后 魏无羡立有不及之处 我等奋力灭杀 众人很快达成共识 等等 不夜天情况不明 贸然进攻 岂不是等于让魏兄送死 聂怀桑问道 战场之上 哪来这些富人之人 总有人身先士卒 姚宗主道 若以魏无羡一人 换来天下太平 又有何不可 欧客宗主道 魏无羡当时应列豪杰 为先门楷模 此战之后 我今世愿出钱出力 修魏使祠堂 供奉魏无羡 金光善表态 魏无羡出自江市 既然之前已承诺 把仪陵赠给魏无羡 那祠堂可修在仪陵 江城补充道 此时蓝西辰进来 取出一份不夜天城的军事布局房图 金光善看过 笑道 西辰果真是送来吉诗语啊 有此不房图 更有把握一举攻破不夜天了 不知西辰从何处得来 是否可信 此图围就有所赠 此时不便告知是谁 但他可信 蓝西辰道 事后若能寻得此人 当已重谢啊 聂明觉道 就这不房图 众位宗主确定了进攻战略 魏无羡进攻中路 只取温若寒人头 蓝氏和聂氏率部从两侧进攻 金氏则负责后勤补给 及伤亡处理 营仗中 这件事可还真是说得好听 要命的别人上 干活全挑青的来啊 魏无羡冷笑道 魏英 蓝望鸡的眼中全是担心 狡兔死两狗烹 蓝湛 你说的还不够 这些人啊 狡兔还没死呢 就想着烹狗了 连我的后事都安排得妥妥贴贴 还真是让人感动 魏无羡流露出复杂的眼神 道 也罢 闷了这么久 我们便休息一段时间吧 正好出去玩玩 事业 不夜天城正在点将点兵 魏无羡和蓝望鸡已先行进攻 魏无羡取出鹰虎符和陈琴 开始吹奏玉鬼 蓝望鸡也取出七贤琴 给魏无羡护法 室温是众人不得进身 鹰虎符材料取自乱藏岗 内刻招音符一百零八个 全是集魏无羡鬼道修行之大法 一时之间 万鬼其极 仙门众人 何时见得如此场景 这可真是万年不遇的大杀气啊 通通心道 幸好魏无羡是我方人缘 幸好魏无羡很快就要死了 那金光扇在后方见到这番情形 心里也不免暗暗筹谋 魏无羡死了 还可以再找 可是这本鬼道秘籍 必须得想办法抓在自己手中 这蓝氏可真是狡猾 拿着秘籍自己不练 让别人练 大概也是存了这份心思吧 温氏大军有三千多修士 万鬼来袭击 自是全力反抗 经过一夜战斗 双方都快消耗完毕 蓝锡尘和聂明爵率领的大军已经接应 根据布防图很快就攻到温若寒所在大殿 魏无羡也是第一次操控这么多的怨灵 一夜过后即使有蓝忘机护法 心神也已消耗极大 大殿里还有温若寒和众多死士 单单温若寒本人的修为就远超他人 虽然现在战败 但他若想逃走却也无人能拦截 见到接应大军已到 魏无羡稍稍停下打坐 蓝忘机赶紧辅奏清新音 异曲下来 魏无羡自觉恢复了些 站起来道 蓝战 我们继续 只杀温若寒 其他的 就留给兄长和聂宗主吧 说完 又吹起陈情 的确 温若寒见到大军冲进大殿 是想要逃跑的 但才冲出殿门 就被魏无羡召来的怨灵困住了身 蓝戏尘追出来 见到温若寒被困 朔月一挥 灵力流转 正中温若寒心口 蓝戏尘杀了温若寒后 又冲回了大殿 聂明爵正在率捕 清理盛夏的死事 正当他要斩杀温若寒的谋师梦瑶之时 朔月飞来 阻挡住了坝下 救下梦瑶 经过蓝戏尘一番解释 才知梦瑶原来是藏于温氏的卧底 那温氏布防图便是他传出来的 至此 温氏的这轮太阳总算下来 摄日之争结束 殿外 魏无羡见一切尘埃落定 他向蓝望鸡试了个意 便封了自己的心脉 晕倒在蓝望鸡身上 魏英 纵使知道魏无羡是假装晕倒 但他心神大号却是真的 蓝望鸡如何不心痛 此刻是真情流露 众人不宜有他 见到刚才还大显神威的魏无羡 此刻面色如指 毫无生机地躺着 不禁唏嘘不已 有的人也于心不忍 停下来念了几句往生咒 魏无羡 魏兄 江城和聂怀桑也奔了过来 紧张地望向魏无羡 魏无羡死了 江城心里是难过的 毕竟他也是江氏的一大助力 但这个结局 他也早做好了心理准备 聂怀桑取出一颗血灵丹 想要给魏无羡喂下 这是他们聂氏的秘质丹药 止血制刀剑外伤 护住心脉有灵效 他也不知道魏无羡这种情况 吃什么药好 只是心一慌 就把自己上战场 用来防身的药丸取了出来 不必 他以伏兵悬丹 蓝旺基虽然心痛 但对魏无羡也有把握 他不知聂怀桑这个药是什么 也不喜欢聂怀桑 为魏无羡吃药 哦 那我们赶紧送魏兄回去休息 聂怀桑善善地收回了药 蓝旺基不发一言 已抱起魏无羡遇见离去 江兄 蓝二公子 他怎么了 我好像没得罪他吧 灭怀桑惊疑地问江城 哼 谁知道他 战后 自然是论功行赏 瓜分温室 江城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取温室的财物 用于重建江氏 至于魏无羡 现在蓝旺基带走了 不用他分神 做兄弟不舍之情 正和心意 但他想的还是太美好了 金光善提到 是用温室所得 重建莲花物 不过不是全部的温室所得 所以 除去重建莲花物的合理需要外 所剩的财物 理应用于赔付众仙门的损失 金光善的说法 得到了一致的认同 江城想要辩解 但当时的协议白纸黑字 确实没有全部二字 如今重口硕金 他有口难辩 只得领了自己合理的那一份 十分不甘地回去了 不久 蓝氏也传出 魏无羡命悬一线 需要闭关疗伤的消息 既然命悬一线 也就是还没死 今是要出钱给魏无羡 修建祠堂的事 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 怡灵还是应该留给魏无羡的 所以 江城回到云梦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怡灵小镇的人和物品 通通迁移到莲花物附近 他说 重建莲花物 需要人和物 怡灵小镇的人的正好用得上 战后重建 仙门各家都很忙 包括云深不知处 静氏 蓝旺基出去一室未回 魏无羡已经无聊一整天了 现在他是闭关疗伤中 连静氏的门都出不去 蓝旺基以防万一 出门前 还在静氏周围 加设了一道连他都不知道怎么破的结界 这种坐牢的感觉 简直比死还难受 好在静氏里存了些天子笑 于是魏无羡就 每天过着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日子 说可忍审不可忍 这日憋了好几天的魏无羡终于决定爆发了 好你个蓝旺基 再不让我出去就撒泼给你看 能让你上床我就不兴慰 傍晚 蓝旺基提着食盒回来了 不吃 魏无羡把所有盘子连同食盒都扔地上了 反正都是豆腐青菜草根树皮子 他一点都不心疼 魏无羡第一次对蓝旺基发脾气 看着默默地收拾清理地上东西的蓝旺基 却又有些心软 扔了膳食 蓝旺基也没得吃了 不能心软 为了自由 必须抗战到底 魏无羡决定不看他 清理完膳食后 蓝旺基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 递给魏无羡道 这里都安排好了 明日我们去除碎 这几天连轴转 为的就是早点带魏无羡出去散心 明天能出去 魏无羡接过来 期待地问 蓝旺基点点头 这个面具是蓝旺陈帮他寻来的 非常逼真 戴上去 连神情都能显露出来 假扮认识的人不容易 但掩盖原来的面容 绰绰有余 魏无羡觉得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 实在有些恶劣了 支支吾吾地道 那个 蓝湛 你也饿了吧 要不 我们 无碍 我去做些 蓝旺基没有责怪他 魏无羡突然发现 好像 蓝旺基从没责怪过自己 无论自己做的事有多恶劣 过了快一个时辰 蓝旺基又提着膳食回来了 这次 魏无羡讨好的跑到门口处迎接 他刚试了面具 戴上很方便 关键是 这新面容让他十分满意 虽不像原来那般的风神俊朗 但也是活脱脱的一个俊俏小郎君 好看又不过于惹眼 当然 他的讨好和补偿 也不仅仅是这一点 这一夜 蓝旺基发现了新大陆 魏无羡原来是可以连续作战很多次的 看来 之前他是隐藏了实力 蓝旺基很高兴 一切一切 并不是什么 我看你 你 好